我是汪 今天我們要繼續來進行 啊 白白傳說 耶 時間暫停 丟出一整排的彈幕好嗨喔 天哪 喔齁齁齁 彈幕通消失不見了 那上一集我們是學了 秘術的大師級法術嘛 搞出了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 那我有點好奇說 如果震波術多震幾下的話 它會不會讓怪物射得更遠吼 來 我們再來補刀一下 來來看它飛多遠吼 呃 好像震得差不多遠 那 今天我們就來學學其他的大師級法術吧 那我們就來學火跟冰的大師級法術吧 那如果還有空的話 順便把雷的一起學一下 不要拖太多進度 那就去來拿一下 火的大師級法杖跟冰的大師級法杖 那這兩個法杖呢 我一樣也是給它搭上了 欸 就是 距離升級 範圍升級 還有持續時間升級 冰的也一樣 那我們就來看看吧 火屑大師級法術 除了我們之前看過的火焰風暴之外 就是隕石術跟召喚鳳凰了 嗯 只有三個而已 就先來放顆隕石看看吧 巧巧玩玩 好 放隕石術了唷 喔唷 好像 好像有點痛 但是完全看不到傷害 大概九傷害而已吧 哇 九傷害而已 好低喔 呃 那我們就來放比較高級的隕石術 來看一下 呃 好像 喔 傷害痛了很多 是剛剛砸的不推 是不是 烈焰風暴的話就是噴火嘛 那 不知道比較高級的烈焰風暴噴起來的火會怎麼樣 呃 九傷害 喔 這樣子會持續九傷害是不是 來看一下 對 持續的九傷害 呃 好像也沒有那麼持續嘛 那如果比較弱的火焰風暴是持續六傷害的樣子 接下來是 召喚鳳凰樹 我召喚一隻 喔 你是高級火鳳凰 那我再召喚一隻比較不高級的火鳳凰 那他們好像 呃 對 因為怪物AI的影響 所以他們可能會想要 呃 他們會想要強暴彼此 對 他們在對彼此射火焰 只是火鳥好像 免疫火焰傷害的樣子 他們在賭嘴嗎 你們在賭嘴嗎 他們在傾傾嗎 然後在 互噴火焰 好奇怪的場面喔 那接下來我們再試試看我們之前說過的這個 艷陽之界 我們要先去熱帶地區 就可以提高30%的法力傷害 歡迎來到沙漠 先來召喚一個小人 簡單放一下我們的隕石樹 準確看一下 喔 大概是40滴血的傷害 好 我們看到40滴血的傷害了唷 喔 其實蠻痛的耶 那我們再搭配上一個 艷陽指環 那我們就可以來增加我們的傷害了唷 放下去 這一次是大概 欸 也是40點傷害 欸 怎麼都40點傷害 難道他那個傷害是爆炸傷害嗎 嗯 齁 這樣子 好難去計算傷害喔 那我們剛剛記得是9點6嘛 現在變成 喔 12點的傷害 那我們再裝上第二個艷陽之界的話 他的傷害會變成 喔 16點的傷害 那這時候我們再用 神聖法術來魔力提升一下 會變成 28點的傷害 喔 這傷害好痛喔 天啊 那接下來看一下兵器的魔法 各位不好意思 在學兵魔法之前 我想再試試看一個東西 我們用上一集學過的緩食術 現在我們召喚一顆隕石 看看他會不會 WOW 原來隕石長這個樣子啊 那我們可不可以再召喚第二顆隕石 那如果這時候用火焰風暴的話 噴出來的火焰會很正常 那我們再召喚第二顆隕石 下來吧 兩顆隕石卡在這邊 我們讓它一起蹦下去吧 大家 大概看起來像這個樣子 那我們就 回去學冰魔法 冰氣魔法的話 我們之前看過冰牆跟冰巨人了 今天再看看強力凍結 跟爆爆爆薯 好難唸 爆爆薯 是要跟別人爆爆是不是 拿真是的 呃 那就來 召喚個機器人 然後使用個強力凍結樹 那 欸欸 它它它它 應該 應該 應該就 永遠被凍結 他是永遠凍絕嗎 我其實蠻 particular 我們可以 INK 把它放到這邊 稍微等它一下 那你也使用個強力凍結樹 那這個東西好像就 如果真的是永遠凍結的話 如果可以永遠凍結混沌 好像也是蠻厲害的啦 接下來下一個冰牆樹 它應該是 有時間限制的 來看一下啦 冰牆樹 會召喚一些 這些東西然後他們會有冰牆 然後比較強力的冰牆樹 好像沒什麼特別在看頭 就如果他們 他們等一下先爆開來的話 這邊應該就是永遠不會爆開來啦 但是我不知道這個小人他會不會 解除這個冰欸 那我們再召喚個冰巨人 嘿 冰巨人你好 對冰巨人使用凍結樹 冰巨人無法凍結是不是 冰牆樹呢 還是可以凍結嘛 他不是永遠凍結欸 只是他凍結的時間 稍微長一點而已 只是這個樣子而已 接下來是 爆爆樹 就是 跟我們昨天看過的飛箭樹很像 不過他射出來的是 冰矛的樣子 這個樣子這個樣子 那我們就來去冒險一下吧 欸各位我剛發現一件事情欸 這個強力凍結樹啊 它是範圍凍結 所以剛剛那個冰牆樹它其實 噴的就跟垃圾一樣了 我只是要凍結怪物而已 就可以直接用強力凍結樹 因為它是範圍傷害的 哇這超猛的欸 那我們還能測什麼東西 爆爆樹是不是 我們先來把這些小人給挖出來 我們來試試看爆爆樹的傷害 剛剛好像沒看到對不對 來用爆爆樹喔 好那 來丟過去 是6點的傷害齁 那如果是只會用緩石樹呢 喔這些冰爆也是會被卡住的 喔 它們卡住的話還會再慢慢飛出來嗎 喔 它不會很多的卡在天空著一起飛出來欸 喔 這讓我有點 小小難過 那9點6的傷害 先切換一下畫面 我們再試試看搭配這個冰川之界 用兩個 看看傷害會怎麼樣 然後一樣魔力提升把它弄到最大值 來使用爆爆樹 呃 欸欸我我CD到了嗎 呃 好好好 是16點傷害 喔16點傷害欸 喔也是不錯啦 但是感覺 嗯 沒那麼必要 反正射出那麼多發了嘛 那這個應該不會射到自己吧 呃我來不及做測試 好真的去冒險 真的去冒險了 各位不好意思啊 拖那麼多時間 來讓大家看看這一次帶了一些什麼魔法齁 一大堆的隕石樹 那火焰坊上我把它改上了 這些強化 那冰法杖的話就是兩個凍結樹 然後一大堆的 呃爆爆樹 那兩個凍結樹是怕我第一次可能失誤 所以要施展第二次這樣 強化的話弄了這些 再順便帶一個秘術法杖 搭配個緩石樹來玩玩 那 上一季我們還有介紹這個神奇懷錶嗎 我想來給它改個名字 我們來把它名字改成 換是 就是那個 呃校夜的那個服卡 就是有玩東方的人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因為這東西根本 根本就是 那個 呃時間暫停嘛 那我就把它 穿上來 那法術以我個帶一半 我知道這樣看起來很醜 但是這樣子才能 減少他們兩個法術的消耗 來杯來杯 魔力提升下去 接下來先 嗨你們好緩石樹 呃看看這時候 用火焰風暴會怎麼樣 射得到喔 但是 好像不能造成持續傷害耶 只能射它一次 喔 這樣子 火焰風暴感覺有點弱了 那我就來 1顆 2顆 3顆 4顆 5顆 6顆 7顆 3顆 4顆 5顆 5顆 4顆 3顆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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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誒 被火焰燒掉了嗎 不是吧 誒我的法杖 喔 在這裡我看到了 那我的火焰法杖呢 火焰法杖去哪裡了 再緩食一下 火焰法杖呢 剛剛真是太尷尬了 法杖直接被別人扒光光 我們再來一次 來緩食 那這時候 我們再給這個隕石樹一個機會好了 來 一顆 兩顆 三顆 四顆 五顆 六顆 七顆 看一下齁 這樣子應該可以 好 我覺得傷害真的不怎麼樣 那我們簡單火焰風暴射一下就好了 來來來 射射射射射射 緩食樹的時候不能造成持續傷害這一點 真的是還蠻尷尬的 緩食結束囉 那我們就把這個冰法杖給燒死吧 冰法杖怎麼召喚這個 冰法杖怎麼會召喚烈焰神 這太不符合邏輯了吧 好 來 再來給你一顆隕石樹齁 來 兩顆隕石樹 三顆隕石樹 欸 這傷害真的不怎麼樣欸 它是爆炸傷害是不是 喔 終於死了 那 火焰法杖就真的沒啥屁用了 我們就不玩它吧 雨飄項鍊使你掉落 超過三個方塊時有50%的機會啟動滑翔效果 恩 我們來試試看這玩意兒 來來來 我要先 把它穿到我脖子上 來來來 穿到脖子上來齁 那接下來我就可以 欸 喔 有有 欸 它會自動 我不需要有那些法術效果 它就會自動飄落欸 這個挺棒的 喔 好愜意喔 好 下一個 既然火焰法杖跟垃圾一樣 我們就把全身都換成冰的吧 那接下來就有魔力提升 開啟關卡 欸 你在哪裡啊 動結束 哇喔 一次動三隻 太帥了 那喔 是拿過的戒指呢 接下來試試看冰爆術好了 魔力提升 然後給你一個冰爆 然後呢 再兩個冰爆 三個冰爆 四個冰爆 一大堆的冰爆 感覺好像 欸 秘術的那個飛劍術好像傷害還痛一點啊 只是這個冰爆術可以多給他們一個冰凍的效果 喔 好多冰爆喔 那就 蛤 怎麼一直是水晶花復服怎麼那麼糗啊 那我們要不要再看一下雷系的魔法呢 雷系魔法還是留到下一集好了 我們這一集先看看我們這兩集學到的這些法術 拿去滑鼠連點會發生什麼事情 先看看隕石術的部分 我往已經先複製好這些卷軸了 那 我知道隕石術傷害很低啦 但是我還是想來看看連點之後會變成什麼樣 來 我就先 呃 不對 我召喚錯了 我先召喚一大堆的這些小人偶 接下來可以開始滑鼠連點 會變成怎麼樣呢 嗚呼 好像還是有那麼一點點好玩 來 我們搭配個緩石術之類的 來囉 欸 通通停下來齁 啊 等一下畫面好晃喔 總是就是可以一直連環爆炸很有趣而已嘛 呃 但是這樣子傷害應該不會太痛 因為怪物會有CD時間的問題 那下一個來玩一下火鳳凰 欸 來看看火鳳凰 看看一次召喚出火鳳凰的奇景會像什麼樣子 呃 我們要先到樓上去 這邊嘛 喔 來召喚火鳳凰 看看火鳳凰飛出去 先把這東西挖掉 我的十字鎬跑哪裡去了 欸 在這邊哈 來 十字鎬哈 挖掉它 有挖掉了唷 召喚火鳳凰 我召喚 哎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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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鳳凰都疊在一起了 好噁心喔 來哈 汪汪把這個傳宗帶給弄回來了 我們來看看鳳凰 會長什麼樣子 喔 它還是會卡住呢 那沒有關係 汪汪有方法 我們用震波術 先來簡單緩時一下 然後我們來個 震波 然後我們要離遠一點 我們要離遠一點 呃 看一下齁 欸 它沒有被震走喔 欸 怎麼這個樣子 我震一下 欸 我沒有被震走 而且我還被攻擊欸 喔 有的 它 它們終於散開來了 震一下 欸 因為是我自己的怪物 所以沒辦法用震波術震走嗎 欸 太失望了吧 那在下一個的話是 劍雨跟爆爆齁 這兩個東西其實還蠻相像的 我們都來測試一下 先是爆爆樹 我丟一個 兩個 三個 喔 六傷害 六傷害 那感覺 嗯 怎麼好像不能一次射很多的感覺 它會有範圍限制是不是 喔 需要距離遠一點才可以一直使用是不是 啊 這個東西 用起來有那麼一點點麻煩欸 不能連續使用 而且還會射到自己 真糗 那這個爆爆樹我們把它丟到垃圾桶 試試看劍雨樹 唉唷 不能連續使用喔 連點玩起來沒什麼意思 那 劍雨樹就稍微有一點意思了吧 來來來 劍雨 啊 劍雨樹 感覺也不能連點欸 但是它的傷害是九傷害 稍微比爆爆樹高了一點 欸 我剛剛忘記用魔力提升了欸 那如果 我現在如果魔力提升的話 再來召喚一些打會不會傷害更高一點 如果是捲軸的話 來看一下劍雨樹齁 唉唷 傷害會高一點喔 那 還是要搭配一下 那個魔力提升才行 只不過這個劍雨就 呃 不能玩連點有點可惜欸 啊 啊 我不願意把自己射死了 呃 把自己射死了 呃 好煩喔 這個魔法 呃 把自己射死 那我的殭屍汪汪 他出來了嗎 應該在那附近 欸 你好殭屍汪汪 好久不見 我用瓶子把你抓起來齁 又一個殭屍汪汪的展示品了 來來來 殭屍汪汪來 乖乖乖乖乖 呵呵呵 好好好啦 那今天有看到汪汪死掉就差不多了啦 那個黑洞樹連點跟正波樹連點 我們可以留到 改天再連點給大家看 那最後汪汪想再跟各位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之前啊 不是有玩這個雷神之鎚 我對他有一個新的發現 新的認知 我們來拿正波樹震他試試看齁 來我震一下 喔 他一點反應都沒有 但是再看看我們這個循環模組的這個 嗯 加速傳送代碼還是叫什麼名字 我們看他的名字齁 他叫做 哎唷有有有有有有 對 他叫傳送代 我們可以丟一顆雷神之鎚下去 會發現神奇的事情 哇噢 這個雷神之鎚會動耶 那 我們今天就是 呃 看一下火法術跟冰法術 那我們明天再看看要來 學什麼類型的大師級法術 那今天就這個樣子 感謝給我們收看 拜拜 訂閱汪汪 大讚汪汪 通報鈴鐺 監視汪汪 覺得香香 記得分享 分享 協助汪汪 煮甜母湯